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这几个字 照片抢数码 大家好 我是双安 那么这里就有很多数码 你可不可以选择 我用的是这个 好吧 用的是这个数码 点开它 来 点开它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箭头 直接给它保存到本地 那么会保存到手机相册 第二个我需要用这个音乐 所以说我要点击这个碟片 把这个音乐我们给它收藏起来 好不好 可以给它这样去收藏起来用这个音乐 这样就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你看我已经收藏好了 已经提案到收藏 好 收藏起来之后我们回到简印 因为在抖音上收藏音乐 简印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首先 首先同学们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做这个视频呢 不仅要用到简印 还用到这个软件叫醒图 我们没有下载同学可以下载一个 我们可以打开醒图 醒图跟简印也是一家 抖音也是一家公司 免费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打开之后就这样子 我们找到这个拼图 好吧 拼图点一点 那拼图点进来之后 我用的是 我用的是 一开始我选的是四张照片 那你可以选中四张照片一开始 它是两组照片 两组照片 来 照片有点多乱七八糟的 来 选一个 等一下 我先找到照片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添加四张照片 点击完成 那么完成这里 这里有很多有拼图 长图拼接 我点的是长图拼接 然后选中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选中它之后 然后这里有一个保存 看到没有 我们给它保存到 保存这时候可以保存到手机相册 然后我们现在再拼一张 好吧 再拼一张 然后之下你再选几张照片 好吧 同样的方式 你再选几张照片 这里选吧 选三张 这时候我选一张 好吧 几张由你自己选择 选一张 然后两张 然后三张 点击完成 然后这时候我给它 同样点击长图拼接 然后点击这个 然后我们给它保存 好吧 第一次我用的是四张 第二次用的是三张 里面可以多选几张都可以 这个没所谓 然后我们给它关掉 退出 退出 我们给它关掉 关掉 退出 现在我们又回到解映了 好吧 打开解映 然后点击开始创作 把我们刚刚的这个 把我们刚刚这个 做的这个照片 给它拿出来用 好吧 拿出来用 刚刚做的是这两套照片 来 选中一套 三个 这两个是我们刚刚 用行图做的 对不对 因为中间我还要加一张 一张就是照片 还要加一张照片 所以先要选中这张 没有做拼图的照片 好不好 我用的是双人照 你们都可以 用照片 视频 其实都可以 使用这张照片 这两个用行图拼接好的 我们要放在后面 要放在后面 给它进行个添加 你看 这三组图 已经出到来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 在这个地方抖音 抖音音乐是灵魂 点击添加音频 抖音收藏里面 找到我们刚刚收藏这张音乐 点击使用 音乐出来了 好 这个照片和音乐的长度 不是一样长度 我们要给它调整一下 第一张照片呢 我给它调到一秒钟左右 为什么一秒呢 同学们 因为这个效果需要 好不好 效果需要 调整一秒钟左右 往中间 往前面推一推 效果需要 这个视频效果需要 这样的效果 看没有 因为它 噔 然后到下一秒 然后把这个照片 这样照片也给它拉 拉到七秒钟左右吧 好吧 七秒钟左右 然后这个照片又给它拉到尾巴 来 你看 总共就十三秒 所以说 这个照片呢 后面这两组照片 又差不多长短 所以说就拉到六七秒 这个没有太大关系的 你看这个是 来 差不多的 差不多六秒七秒就可以了 来 好 那么走到这里 反正就是两组照片 差不多的长短就行了 好 那么这里要调整一下 比例 同学们 点击返回 调整一下这个比例 比例调整成 16比9 它是一个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 横平的效果 所以每张照片选中它 每一组照片选中它 给它放大 要刚刚 都要扩大至全屏 你看它没有扩大至全屏 这样的话放大 它就全屏了 刚好 刚好16比9 这个也是选中它 要放大 就是横平的尺寸 好 那么放大之后 现在 现在我们要给它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要在这个地方 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 给它通过画中画的方式 新增画中画 我们给它添加这个素材 刚刚保存下的这个 照片桥素材 给它进行添加 那么素材添加进来你看没有 第一个有抖音号 第二个的话 这个尺寸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手指去扩大 通过手指去扩大 整个也要让它扩大至9比16 扩大至满屏 好 扩大之后 你会发现老师素材太长了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把这个素材给它分割也可以 直接给它拖到前面 和这里对接也可以 好 那么现在看不到后面的照片 特效素材的万能使用公式选中它 选中它我们找到混合模式 好不好 来 这是白底素材 我们用正片叠底 你看 正面叠点一点 打一个对勾 来 打一个对勾之后 你看一下没有 这个效果差不多有点感觉了 其实有点感觉 好 那么有两个声音 因为这个素材它自带音乐 我们选中下面这个素材 点击下面这个小喇叭 把这个素材的音乐给它拿到0 打个对勾 好 来看一下 可是这个照片没有动对不对 没有动那么不好看 我们要动起来 动起来就给它加关键针 选中照片刚刚开头的位置来 这组照片显得它刚刚开头的位置 不要多了 刚刚开头这个位置 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打上关键针知道同学吗 我们把照片给它往哪边挪 我们一开始给它往这边右边挪一挪 把这几张照片 待会我们都要让它展示出来 你看 一开始我从这里开始让它移动 来移动的时候注意 这个位置你不要跟它搞邪了 好 那尾巴 在这张照片尾巴的位置 尾巴的位置 看了尾巴的位置 再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刚刚往这边挪 现在往这边挪 反的方向去挪 好吧 往反的方向去挪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照片 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效果了 几张照片都看得到 来看一下 挪的时候记住 这里不要移动它 这条线始终保持平行 来 我们看一下 这张照片时候动起来了 有没有点感觉了 又在动了 好 那么这张照片也是同样的 用到关键针 关键针移动它的位置 打上一个关键针 给它刚开始往右边挪一挪 挪的时候注意 不要动到它 往左边挪 看一下 这几张照片出来 来 在尾巴的位置 同学们 我们又给它打上一个关键针 刚往这边 现在往反的方向去挪 把这几张照片都要出来 几张照片都展示完 你看没有 这样效果就出来了 来看一下 初步的效果 好 我们现在要给它 现在要给它加效果了 我们要通过返回 通过画中画的方式 把白色时间轴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这个位置 第二套照片出来的位置 通过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把刚刚选中的第一张照片 给它进行个添加 你看 天然既然这个照片太短 我给它拉到尾巴去对齐 拉到尾巴和这里去对齐 对齐完成之后 我们要给这个画面进行抠图 来 我只需要人物 把背景给它抠掉 用到智能抠像的功能 点击智能抠像 你们抠头的时候 用到智能抠像 有些时候都会出现 抠图抠不干净 如果你的背景颜色太复杂 你看就抠不干净 这个它的背景都比较干净 要么就海 要么你看 比较干净 所以说如果抠不干净 只能换一张照片 来 好 这个人物出来来之后 这个人物的大小 我们可以调的 你可以给它这样放大一点点 好吧 说起来一点都可以 看你自己要放多大 来 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给这 现在给初步做成了 我们要给它加效果 来给它加特效 白色使用轴放到 刚刚开头的地方 我们要给第一张照片 加特效 点击返回 找到下方这个特效功能 特效 画面特效 我们找到这个基础特效里面 我用的是一个叫做 其实同学们 这些效果啊 你自己都可以加 看一下哪个特效 你觉得好看 你觉得哪个好看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给它加进去 好不好 来 我看一下 我们加个什么样的效果 来 镜头变焦 我用的是镜头变焦 选中它 打个对购 好 打个对购 如果这个镜头变焦特效太长了 我给它按住它往前推推 推到这个位置 只要对准第一张照片也行 好 第二个同学们 我们把白色使用轴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这个位置 第二组的时候 我们再来这个地方 再画面特效里面再选一选 那么这时候呢 我选到氛围里面 找到一个叫做 新火炸开的时候 要选中它 打个对勾 来 这个特效 我要给它拉到尾巴去对齐 整个拉到尾巴对齐 但这个特效 同学们 我不是要 它现在是加在主视频上 也就是加到后面这上面的 好不好 我要给它加到这前面 这两个人物上 来 我们选一下这个作用对象 我直接给它选择这个叫做画中画 加到这个上面 打个对购 你看 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跑到这上面了 那么现在 我们再点击返回 返回 我要给这个画中画 有点儿说 点不到这个地方 我们点击画中画 这个不就跑出来了吗 好不好 因为我要对画中画进行调整 我就点击这个画中画 把这个人物啊 好不好 这两个人物 要给它加一个动画 我们点击动画 然后在入场动画里面 然后呢 我可以跟它加一个叫做 动感缩小的动画 来 往后面去走 动感缩小 这个动画时代你可以调的 我倒要调到0点 调到1.5秒左右吧 来 打个对勾 好 那么看一下初步的效果 就基本上做成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视频很浪漫的 可以做出来送给自己的 什么爱人这些都可以的 然后做这个视频的同学 很多时候有些时候问他 说老师 为什么这里要调整成 这么多秒啊 为什么要加这种特效啊 其实 这个照片具体调多少秒呢 是根据这个音乐的节拍 来决定的 那么你要加什么特效的话 就随便你 你喜欢什么特效 你就加 然后 我觉得这些特效好看 我就加它 所以说 我教的是你们方法 以后你想用什么特效 都可以的 好不好 来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好不好 再见 同学们